老公, 我到了機場了, 你在哪裡? 今晚想見你 長生大老闆已經開完會了 有時間見你, 請跟我來這邊 你所打的電話暫時沒有人接聽 請你在嗶一聲之後留下口信 老公, 你在哪裡? 我很擔心你, 你收不收到我的訊息 你打電話給我 姐姐, 你到哪裡? 對不起, 我的事來不了 我到了 婆婆快出雜固了, 你現在才說來不了 我…總之你和媽媽先回家 媳婦 婆婆, 等我來 只有你嗎?她們呢? 她們來了, 可能會失車 真的? 婆婆, 不如我們不要等她們 是呀, 你坐了這麼久的飛機 我想你都累了 我們先回家, 來 待會兒阿余和海黎怎麼辦? 那我叫她們不用過來 媳婦, 你當我是傻的嗎? 她倆根本沒有來 是, 說謊騙人, 你還沒救班 你什麼時候救她們兩隻東西厲害 那我叫的士 別浪費錢 幾百元買魚蝦蟹吃肚子好過 好了, 坐巴士吧 我說話是大聲, 不代表我沒道理 她那兩隻東西這麼大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說生性 不笑, 你就幫我們一次吧 出局勢了 我們真是比Fionn搞不定 我聽直說你們一招沉默士金 把她撒走了 本來就是 不過Tex寄了一份航班給Fionn 現在她拿著這個點 說我們浪費她的時間 還想加我們場地費 還想加我們場地費 這麼棒的? 這是什麼? 古巴術家寄送給大哥的 想怎樣? 當然要怎樣就怎樣 很爽 你不是吧?辦公室是不准吸煙的 喝兩口而已, 不用心緊張吧 什麼味道? 你怎麼搞的?在這裡吃雪茄? 照不照顧一點? 昨天她和阿秋在餐廳吃榴槤 照不照?照 照 那我的雪茄怎麼也照不過你的榴槤吧 那我問問大家 吸煙是否危害健康? 吃零食是否危害健康? 那些什麼反式脂肪、防腐劑 人造色素 很容易會導致心臟病腸癌 那你就經常吃? 怎麼搞的?這些全都是歪理 為了公司同事的健康著想 明天開始 公司範圍之內一律禁止喝汽水 不是吧?不喝汽水是否想哭死我 那你一天泡幾罐 是不是喝得不不不不不? 是, 但是… 阿偉仔不停吃薯片 是不是吃得很熱氣, 生小顆顆 是, 不… 不用不過了 喝汽水, 吃零食 是不是影響健康? 明知是垃圾, 還不停拋下肚 是不是大錯特錯? 我大錯特錯? 那好吧, 你適合我, 我錯了 慢慢吃 來吧 添少爺, 在辦公室吃零食 不是犯法的 不過吃煙就能拘捕了 我只是想證明給他們看 這招叫做不需要證明自己是對 只需要證明對方是錯 這樣就算沒得贏, 不用輸了 明白嗎? 明白了 明白了 我已經打給你了, 今晚去你吃火鍋 你記得和我倒單聲 好 老公, 我接了婆婆 你不用擔心 糟糕了 怎麼了? 今天我媽媽自己交來飯 我忙得忘記自己 好, 正好 你和我直上去打火鍋 待會幫忙搞個氣氛 替我開心 原來我今晚沒空, 下次吧 不是這麼沒義氣吧 義氣不是這麼說的 你媽媽知道發火非同小可 她一發炮, 我的血肉質她怎麼擋 好了, 我們都吃自己 都比被你媽媽煩死了 好… 最多買和給你打火鍋 今晚我沒聊 快點 沒空, 你有工花嗎? 要做社會服務令嗎? 整天都是購物 你不接我多閒 你不要答應媳婦, 到時候就脫下 那我真的等不到機場巴士 等不到就早點出門口 狡辯, 別說你沒義氣 答應媳婦不到 搞得她又要接我又要接女兒 脫頭脫下 媽媽 姐姐 乖 要不要把我們換衣服了 媽媽, 對不起 今天要見客, 接你不到 我知道, 你看 鑑紅是一個生意人 不過他經常說 做人最重要是有口齒 說得出就要做得到 這就是責任心 媽媽 媽媽, 你怎麼帶爸爸的骨灰回來 我找到鑑紅的一部記事寶 裡面寫著四個大字 樂業歸根 我才知道鑑紅這麼想念香港 我就帶了他回來 那你什麼時候走? 嫁雞隨雞 既然你爸爸也回來樂業歸根 我當然是老樹盆根地陪著他 你這個長住? 養不教, 沒知過 我特地回來看著你 不讓你再做錯 不是吧 你聽著, 明天就算上風下雨 十號風球 你也要陪我找個地方安置你爸爸 媽媽… 我換了衣服了 做好功課了沒有? 做好了 都是心心乖 又自己會換衣服, 設定 嗯… 婆婆, 我們今晚吃上海菜 那裡, 獅子頭入口即溶 還有醉蟹和生煎包 都很有水準 喂, 有沒有頂到白寶鴨? 當然有 媽姐, 走吧 媽媽媽媽媽, 我拖你 好啊 走吧… 趕著吧 鑑紅, 我們出去吃飯嗎? 走吧 媽姐, 來 你現在看的是 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 就快點按下方的鈴鐺 訂閱吧